从今年4月6号起 公共交通车资整体调高3.2% 以车资卡付费的成人地铁和巴士车资 每趟车程将调高4到6分 优惠车资方面 乐龄人士车资上涨2到3分 学生车资上涨2分 以现金付费的车资则调高1到2毛 来看记者吴良祥的报道 公共交通理事会星期四召开记者会宣布 批准两家公共交通业者 今年把整体车资调高3.2% 低于业者所要求的6.6%最高涨幅 公共交通理事会主席于福金说 车资一次过上涨6.6%显然太高 理事会因此决定 今年调高3.2% 把剩余的3.4% 也后至明年才考虑 以免车资突然大幅度上调 理事会估计车资调高后 成人的公共交通花费一年将增加21元 勒林人士增加10元 学生则增加7元 打个比方 从淡宾宁21街 用车资卡达巴市到淡宾宁中心 再转乘地铁到政府大厦 目前的车资是1块5毛半 从4月6号起将调高6分 达1块6毛1 调高应该不是时候吧 现在我们的那个人民的工资 还没有什么大起伏 还有那个MRE现在 故障那个次数还是挺多的 期间我们是没有办法了 这样啦 只要看了服务好就好了 还有改善 前年有没有计划 所以现在我们是计划 2年 不只1年 当然 什么高的 是不错的 PTO 不是不错的 执行者 新加坡的计划 公共交通 是 车资调整后 新建议的年收入 预计增加3600万元 至于SMRT 则多了1700多万元 不过两家业者 必须把合计总收入中的 1100多万元 投入公共交通基金 协助有需要的低收入家庭 新传媒新闻记者 吴良祥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